每年的5月底6月初是高雄玉荷包的盛产期 高雄市农业局在高雄首选的电商平台 是推出了玉荷包礼盒 已经开放预购了 今年受到最后的影响 产量只剩下了三成 想要品尝了一年才有一次的限定美味 可得把握机会 香甜多汁的玉荷包 是许多老饕每年必吃的限定美味 由于只有两周的采收期间 高雄市农业局在高雄首选电商平台 已经开放玉荷包礼盒预购 将在5月24号开始陆续出货 想要品尝季节限定的滋味 手脚可要快 今年的玉荷包 我们做的高雄首选礼盒 它是一个立装玉荷包 不带职业 所以本身是一个能够分级的一个 那个算是低碳 完全货真价实的五金装的玉荷包 特级价是849元含运 那顶级的是1388元 高雄的产量算是相对来讲比较好一点的 所以我们全年的种植面 大概2300公顷左右 那玉荷包在高雄的特点就是 它的果肉就像是玉一样那么漂亮 然后外形非常的讨喜 同前算中带田 那玉荷包一年只有一季 那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上网来做一些选购 高雄是全国玉荷包最大的生产地 种植面积约2343公顷 每年5月底6月初期间量产 由于果盒小 果肉Q且结实 口感酸中带甜 相当受到国内外民众的喜爱 不过受到气候影响 今年玉荷包的产量只剩下三成 价格也比往年来得高 今年的玉荷包会有个特点 就是它的那个果实一般 但是它的产量稀少 那今年的价格会比较高 气候有点异常 就是它的开花不如预期 温度不够的话 它的开花量大概只有六成到七成 在开花期之后的结果期 它的那个冷热非常的交替 有下雨 然后的有突然高温 那这个东西会变成 玉荷包的成长过程 它会掉果 所以这一次今年玉荷包的掉果也落果很多 所以总结今年玉荷包整体的 还留在树上能够成熟采收的 只剩下仅仅三成 所以也是玉荷包本身是 要成长相当不容易 它本身是相当具有高技术 因为它本身着果率比较低 但是也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它的果盒特别小 果肉特别多 也受到大家普遍的喜爱 陆远局表示 高雄首选电商平台 推出消费满百就送一元熊币的活动 满十元熊币就可以在结账时 折抵消费金额 想要吃什么高雄在地的农鱼产品 只要上网订购 就可以轻松栽培到家